对于郑龙来说,今年或许是他加盟恒大之后最困难的一个赛季,作为广州球迷非常喜欢的一位边路球员,郑龙效力恒大六年为球队连夺家冠, 从前被和联赛冠军绿下了赫赫战功,所以未来他能否继续留队效力也是球迷非常关心的问题,作为国内边路顶级飞翼,郑龙的实力无庸俱仪,特别是在轻榜中能效力时,他犀利的突破以及被队友制造机会的能力名战中超,所以恒大才排出巨额年轻,把郑龙收入牢州,但由于恒大队内竞争非常激烈, 郑龙在经历亚冠和诗句位里的高光表现后,多次受到伤病的侵袭,所以他也逐渐沦为替补球员,而在今年卡纳亚罗接手恒大后,郑龙的位置已经慢慢被U23球员, 杨立于和中一号取代,特别是今年下创后,由于卡利斯塔的加盟,恒大前场进攻力大征,中一号被卡涉提拔后已经挑起重任, 再加上队内还有于汉超和张文昭的存在,实际上郑龙在恒大的作用已经大不如前,其实郑龙明年才满32周岁, 与他同名的赵旭日,郝俊敏,大宝等人至今还以主力身份活跃的中超赛场并为国出战, 郑龙依然想在职业生涯卫生发挥于热,并通过比赛为自己证明他不比其他球员差, 所以明年在恒大进行稀老交替时期,不排除郑龙主动离队的可能性, 当然,目前中超多只球队都对郑龙苦视淡淡,特别是已经冲潮成功的武汉卓尔, 李铁一直旧,非常欣赏郑龙,而武汉本地媒体也透露明年球队或将签向恒大球员, 由于李铁与恒大俱乐部的关系非常密切,一旦郑龙选择离队, 明年加盲主的可能性非常大,所以只要双方可以完成这笔交易,将是一个双赢的局面。